由长期推广街头文化艺术的智南餐饮主办 高西丽娜·勾载尾街区艺术节3.0中站 日前在花联港2-3码头登场 有超过50组的全台各地滑板选手齐聚 还邀请了专业团队现场创作30米长的涂鸦 也吸引不少喜欢街头文化艺术的民众前来 期盼勾载尾未来可以成为新形态的街头文化基地 过去曾办理两届的勾载尾街区艺术节 去年因为疫情影响而停办 今年如愿复办 22日在花联港2-3号码头重新盛大登场 今年主题高西丽娜是一场以街头嘻哈文化为主的狂欢派对 来自全台超过50组滑板选手或团队参赛交流 还有中卫儿童举办的比赛及滑板体验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来尝试 我们正式高卫建筑艺术节的活动是主要推广街区文化的 包含涂鸦滑板以及饶舌的活动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在今年度的课程跟活动 我们有一个成果发表 那也让小朋友在学习玩滑板后有一个比赛的机会 那这次还特别找了高雄的涂鸦艺术团队来到花联去做 30米的涂鸦以及多罗满公行八字的台会 所以那我们是希望说 在推广街区文化的同时 能够让大家更看到说这个文化其实没有那么的刺激跟占领性 现场除了有DJ音乐、饶舌表演等炒热气氛 还有专业团队现场创作30米的涂鸦 而多罗满赏金公司也提供16人坐的小巴士给涂鸦团队设计 打造花莲最下巴的接驳车 未来将会在多罗满赏金街送游客 主办人黄鸿顺表示 高宅伟街区艺术节 未来将改变形态重新出发 在社区和学校透过课程工作方 带入民众日常生活 希望打造高宅伟变身新形态街头文化基地 记者长邦彦连事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